安踏狂超5TD的V2版本 说到说我个人是没有关注过它的这个V1版本 那这个V2版本之所以能够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的点是 我在店里面看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外观狂超非常非常像 但是它就采用了一个全掌弹科技发炮 这是它之前的低端版没有用过的材料 那我记得它V1版本用的是全掌的A Flash 8 也就是一个可以理解为传统EVA吧 那装鞋的设计是其实和它的普通版是一样的 但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它的V2版本配置用的还蛮好的 说一说它外底纹路 其实这个外底纹路和它的Pro版的外底纹路是比较相像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箭头 也没有什么区分 前掌的地方挖孔露出了它的中底材料 中间这块粉红色区域呢 它纹路用的都是耀风的风字 并且还写了耀风从17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2024年 中间呢则是一块传统的DPU片 前掌外侧依旧是大面积向上 并且上面写了Shock the Game 后跟内侧这里还有一块地理坐标 应该是按它总部的位置 那这双鞋上面就是中足一块DPU片 非常简单 并且带有一定足弓支撑 外侧依旧是一个经典的这种鱼骨状的DPU片 在后跟可以明显看到它这块材料 其实是没什么限制的 除了有一定橡胶的上传 这双鞋中底配置依旧是经典的全掌氮气发泡材料 然后在前掌部分和普通版也是少了一块DPU前叉 然后呢它的斜面也是变化很大的 这次呢它采用的是弦Fiber 也就是之前在三分宇上面会使用的弦丝 特别呢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不完整的安踏logo 速度感更强更锋利一些 然后在后跟的DPU片呢 倒是和普通版差不多 有耀封的缝字 然后掰开里面有一堆的信息 耀封7102024啊 还有Shock the Game啊 第五代啊什么之类的 那鞋子那侧其实是传统编织材料 加上一个指纹 然后整个鞋舌呢 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 直接非常直给的一个款式 鞋垫呢其实也变成这种稀释排汗的鞋垫 厚度也还可以和正代偏回弹的鞋垫相比 这个可能我个人来说 我是更喜欢更实用一些